这这是李安说的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我们说叫盲目跟风 盲目跟风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没有耐心进行原创 就是看着有一个有粉丝的东西大IP 马上咱就买过了咱就干 像什么鬼吹灯啊盗墓笔记啊 纷纷改变 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魔精销毁的上端 鸡明灯面部魔精 撤手 云龙分晶砍缠山 一重铲是一重关 关门如有八重线 不出阴阳八卦形 这才是正宗的墨金范儿啊 我听说了西齐石油小镇的事 我总觉得这件事 和昆仑山九层腰塌有关 打开 担心是我们上一次 无意间打开了时空通道 据说那里面 埋葬着魔国的秘密 省事啊 这就像说我们以前说翻拍 摄调红转你翻拍去吧 每次拍你都不用考虑市场热度 都有人比较跟83版的 跟九级版的怎么怎么样 他省事啊 不用市场预税了 所以这种大IP线上在电影领域 比比皆是 就大家不愿意搞原创了 我就跟风就行了 你像有些青春剧 自从至青春获得成功之后 吸的呼噜全跟风 现在评委们正在进行 紧张的分数统计 在结果出来之前 有没有哪位同学 想上台表演的节目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有请曾副院长演唱一首 《北国之春》 爸 我要表演 什么时候表演的 姐姐 话不要说得那么快吗 我居首你都没看见 你别冲动 我不想唱 军雪山吗 和KTV唱啊 不要 妈妈呀 郑威 不是问谁要表演节目吗 我想唱歌 小姑娘勇气可嘉呀 你要唱什么歌 洪玥 吗 我 想唱歌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是 还有的是呢 按照人家那种 原来成熟的运作模式 我再照抄一遍 我就跟着走就行了 你像煎饼侠 前面有吊色男士 上次呢 我来你家吃饭 跟鱼干起来 这次我能来 是我不计前嫌 我有度量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这个人让我很伤心 你不懂得珍惜 你不懂得感恩 吃个饭鸡脑的哥 我这把鱼 鱼没让得过来都 你这不挺好的吗 菜 是鱼没让得过来 但是 你让头发来干啥 哥 你上谁家吃饭没有头发 你这一根头发 你给薅出来是不是 接着吃 我呢 平时要吃饭 遇到一根头发 半根头发倒无所谓 哥们儿 什么意思 怎么吃 看不看 怎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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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买煎饼侠票的人说呢 我欠吊丝男士一张票 我要给大鹏贡献票房 这个成功了吧 接着这睡在我上部兄弟 也是玩了一个网剧 跟电影同步来 结果网剧弄得挺惨 电影也弄得非常烂 得不偿失 快点起来 来来来来 你觉得十年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吗 鬼知道 反正肯定不会大青岛站在这里发呆 十年后 爱咋个样就咋个样 反正不是现在这样就行 看 世界 在我们脚下 就这盲目跟风在这个市场啊 出现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 就大家已经没有那个 那种安静的心 能够去掉浮躁 冷静下来 我们搞些原创 好 好 好